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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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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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 哼 哼 等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万叶 来得正好 你看我这块石头 雕得如何 灵巧有趣 这是我从书上看来的山景 别过有许多高耸入云的名山 若有机会 真想外出看看 你若想去 随时都能出发 话不能这么说 我是如今的家主 虽说风原家远不比从前 可该做的事 一切都没少啊 但 像这样坚持父辈的道路 为一度陨落的家族事业倾尽所有 当真值得吗 父亲 我 不明白 万叶 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 家族固然重要 人却也不能拘泥于此 家因人而存在 要是我们自己过的苦闷 又谈和让家人快乐幸福呢 从前的事 影响家族甚多 可它不应是让子孙背负的重担 如果有一天 你厌倦了无趣的生活 就丢下一切出去走走 切记 不要让生活束缚了你 是 九文大名 今日特来拜会风原先生 请赐教 能与您这样的军人一较高效 致万叶的运气 万叶 迎战 万叶的运气 据收并者 万叶 万叶自然 咔! 堂堂正正的決鬥吧! 傻了! 輸了! 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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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里的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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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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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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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能落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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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气变淡 摆设也不那么华丽了 本该如此 你们见到的应该是正在没落的风原家 不过 环境里的你像个影子一样 而且跟现在不太一样 没错 本皇你也赞同 与现在的万叶情相比 那道幻影有更多迷茫 确实能算是背负着沉重的命运 说明如今的我成长了 让各位见到不成熟的我 实在抱歉 离开道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的生活颠沛流离 但不是坏事 如果我也能见到那个从前的我就好了 他见了我 定会明白的 人生路远 我仍须远行 跟我想的一样 盆景就是幻境的关键 那我们继续去找假山吧